记者张惊讶台中报道,国民党阵营接获两张截图爆料,内容台中市长林嘉隆在区长工作群组要求首长当他的分身,放下较不重要的一般业务,全力投入组织动员。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今天召开记者会,把林嘉隆比为前行政院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,指林嘉隆行为已涉及违法,呼吁检调及监察院介入调查。 对此,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长卓冠婷说,公务员本应依法行政,区长就是小市长,林市长跟区长会对区里及基层业务做直接的沟通,市长也期待政务官及各区首长应就其政策及政绩辩护,让市民了解市府政策推动及未来方向愿景,以市政的成果来获得市民认可。 特别在许多市政遭到抹黑,谣言攻击的此时,呼吁国民党误片面解读,以正面的价值争取市民认可。 国民党台中市议员张静芬前晚接获两张截图讯息,一则内容为诚恳拜托各位首长发挥传教士的精神,到各社团,公司企业,公协会,其有团体宣传市府政绩,做加龙的分身,平均一天至少一场,积少成多,团结力量大,您将至少影响一万人。 另一则是拜托各位首长同仁盘点所有组织内外的人脉关系,先放下手中较不重要的一般业务,增加时间全力投入组织动员的形成,展开拜托,再拜托,而这将至少增加五万票。 两张截图来源为自通讯软体的区长工作群组,卢秀燕说,民进党主政下出现许多的张天青们,违反行政中立,滥用职权,假借工甲资源图利自己及迫害他人,林家龙不但是张天青第二,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,因此,他称林家龙是天青家龙。 他说,林家龙要求公务人员为其组织动员,帮忙拉票,已经涉及违法,包括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,刑法第131、134条,以及公务员惩戒法第2条等,同时严重影响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公务员看法。 卢秀燕也说,如果他担任市长,不会叫公务人员帮他拉5万票,而是告诉所有公务人员认真判经济,让每个家庭经济所得增加5万元,这才是市长应该做的事。 卢秀燕说,许多公务人员看不下去林家龙的行为,已经录音集截图自保,他提醒林家龙自重,同时请蔡英文总统管管林家龙,2005年林家龙竞选团队设计会选案,当时是陈水扁当总统,照办不误,如果蔡英文不敢办林家龙,就连陈水扁都不如。